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車款呢 是 Nissan 最近幾年裡面呢 新推出的一個小型休旅車的車款 KICK KICK的話它的市場定位 它比較偏向中小型的休旅車 所以它的懸吊設計也好 或者是它車室裡面的空間也好 都是比較小型車的設計 譬如說我們來看一下它原廠前方的避震器 原廠前面的避震器 它是做一個賣花城式的設定 你看它的避震器一般來說賣花城的話 它的彈簧通常原廠 因為原廠它這個桶身是做副桶式的 一般改裝的像KT的設計是做單桶式的 可是富桶它在彈簧上的設計 會把它做的圈徑比較大一點點 因為會比較舒適 可是這台車為什麼它的圈徑沒有做得很大 如果做得很大的話可以參考一下 像是五代六代七代的Camry 它的賣花城 它的彈簧最大的寬度 講外景可能太深了 這個寬度可能會比這台KICK 還要大上一倍左右 那這台的外景做得比較小 為什麼 因為它的車室或是車底裡面的空間 畢竟是小型車 所以它的空間就不允許做得太大 所以它的外景的話就做得比較迷你一些 那這台車的底盤設計 如果跟同級車來做比較的話 經理個人是覺得還不錯 這台車還不錯 如果像是三菱的 經理也比較有接觸的 之前開過一陣子的小型車 Core Plus 那一台車的話 它的底盤懸吊設計 我就覺得有一點 它的阻尼做得太硬 然後彈簧做得太軟 底盤原廠的設計 就覺得沒有很OK 那像是Corena Cross Corena Cross Corena Cross 這台座比較可能沒有那麼客觀 因為Corena Cross 它的市場設定 是比這個還要再大型一點點 但Corena Cross 它坐起來又覺得太軟 所以經理覺得這台車 原廠乘坐起來的感覺 是比剛剛敘述的那兩台車 還要來得好一些 好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前方的話 它一樣是沒有上座的 它的上方的話 有這個零件 有這個零件 這個零件的話 本來是裝在這裡的 那它這裡的話 會有一個軸層 這個軸層 上方會有一個橡皮 所以這樣的設計 像Toyota的Yaris Suzuki的Swift Honda的FIT 都是像這樣小車的設計 因為它將車室裡面的空間加大 所以如果在浪費掉這個 上座很大型的空間的話 車室裡面的空間 就會受到壓縮 所以它這裡的空間 能小就盡量小 所以是這種小車的設計 上座有一個軸層 軸層的話 需要沿用原廠的軸層 軸層上方有一個橡皮 那些都是需要沿用的 像是歐系車的小車 有很多這樣的做法 像是奧迪的A1 還有Polo 福士的Polo之類的 還有同一個集團的 VH車系的Skoda Fabia 這些全部都是像這樣 類似這樣的設計 所以這個 包含現在 最近在台灣很夯的 大壓 暴力壓 Yaris 它的前面上座 雖然它是TNGA的底盤 可是它的上座設計 也是像這樣的設計 所以很多車都是做類似這樣的設計 那後彈簧比較特別一點 它的上進跟下進 這個寬度差很多 上下進差很多 KT的設計 是把它的調整機構 是做在下方 這個是後方的桶身 它的阻尼不像是一般的Toyota車系那麼軟 還有一定的Q度 所以如果經理個人 覺得這個阻尼 以原廠來說 做的還算是中規中矩 還算不錯 那如果是歐系車的話 它就會再做得更硬朗一點點 所以這個阻尼 我自己是覺得還不錯 那如果要改善它原廠 比較晃的一個行車品質的話 除了避震器之外 還有一點在KICK上 是可以改善的 像這台車它搭配的是 原廠的規格是205 557 上一部影片中的 一樣是這個規格 那這樣的小型修理車 205指的是它的胎寬 這個胎寬單位是MM 55 這個55指的是205的 這個叫扁平底 它的比例 205的55% 55%這個的厚度 所以這個厚度啊 修理車 以這台車來說還好 但是如果是能夠把這個扁平比 能夠再縮小的話 它的操控性自然就會更好 因為這一節的話扁平比啊 就好像是另外車子 另外一條彈簧一樣 這裡如果越厚 它的晃動像果凍一樣的 變形量的話就越高 如果我們把這個改成是17吋 改成18吋的話 這個17 改成是18 這個鋁圈的外徑加大 所以它這裡的扁平比啊 自然變薄 變薄之後 輪胎的變形量就會變少 所以操控性就會更好 那如果改了避震器 或者是改了鋁圈之後 鋁圈不是改一樣改17喔 是要17升級18 甚至是19 才有辦法改善 所以改了這兩個東西之後 整體的操控感一定就會更趨近於 轎跑車之類的 所以就會改善很多 那當然啦 除了這些改善之外 改了KT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好處就是 它的車高啊 是能夠降低的 像這樣休旅車的車高 它的重心比較高 所以我們如果把車高的重心 把它降低一點點的話 也會改善一個搖晃的感覺 像今天車主的要求 並沒有要降很多 我們只有降了3公分 降3公分 所以它的車高 降低之後的重心降低 自然的操控就會變好 像後方這條彈簧 KT的配置 是配置3.8公斤 前方的話是配置6公斤 前六後3.8公斤 對於這台車的操控感覺 就能夠做一個大幅的改善 有車友會反映說 在過彎的時候開了這台車啊 它的過彎側傾 側傾的幅度會比較大 所以後座的程度會容易暈車 那再把彈簧公斤數升高之後 側傾的意識改善很多 所以暈車的狀況也會大幅的改善 後面的彈簧3.8公斤 KT的設計是做一個圈勁比較大的設計 所以它會保留到一部分的一個舒適度 不會讓這台車過於競技化 過於競技化的話 在操控上固然有一定的優勢 可是這種休旅車的話 通常都是要承載著家人 或者是出門旅遊之類的 所以做得太競技的話 並不符合一般這種車主的需求 所以我們在設計上的話 可以看一下這條彈簧 它的圈徑做得比較大 它的外徑做得比較大 所以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那這個桶身的話 上方有一個上座 這裡的話上座是要沿用原廠的 所以這台車的拆裝 也比較接近於最近幾年 10年裡面車子的設計 以往的話 像這樣的休旅車 我們在拆避震器的時候 需要拆內裝 但這台車的話不用 直接從下方有兩顆螺絲 這裡有兩顆螺絲 上座的地方有兩顆螺絲 下方這裡有一顆螺絲 直接這三個螺絲拆下來 就能夠把避震器卸下來 所以在拆裝上也比較耗時 那在也不用再 在動到車室裡面的內裝 但在阻尼軟硬度的調整上 KT的設計是設計在這個地方 在上座的下方 這裡有一個旋鈕 可以從這裡來調整 後方桶身的軟硬度 可以調整到自己想要的一個感覺 所以除了車高可以調整 軟硬的話也能調整 所以能迎合到大部分車主 想要改善這台車操控感的一個需求 這個是後方的部分 後方來了 不論是不是改裝KT 在設定上 像這樣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有一個安裝的重點 這個話真的是不論是不是裝KT 但是這個重點是非常重要 車高的調整 車高 因為KT可以降低車高 車高可以調整 車高的調整是靠彈簧下方 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來調整的 車高的調整如果這個桶身 調長或者是調短 他沒有辦法改變車高 這個桶身的調長或調短 只有辦法決定彈簧的預載值 所以調整的時候 這條彈簧千萬不要預載過多了 如果經理把這個桶身縮得太短 他的彈簧預載過多 那在乘坐感覺上的話 一定是NG的 一定會不好做 也有可能會有異音 那進而造成桶身壽命縮短 所以在後方彈簧跟避震器 像這樣的懸吊系統 一定要慎選 對這樣底盤改裝比較熟悉的師傅 來為各位來做施工 所以這個是後方 要特別特別注意的地方 前方的話 要沿用原廠上座 也有一些些類似後面的狀況 因為有的車 像Artis或是Auris 或者是Nissan的 Atrell T32之類的 他原本有上座 所以這一個彈簧的預載 在出廠的時候 KT就已經設定好了 但這台車KICK不同 他是需要沿用原廠上座的 所以在KT 在其他品牌設定 避震器出廠的時候 是沒有上座的 是需要沿用原廠上座的 所以這一條 前面彈簧的預載也很重要 像這一條彈簧 KT的設定是 設定200長 6公斤的規格 在還沒有受到壓縮的時候 的自由長度 是200mm 所以裝載到車上的時候 預載時候的長度 會落在195-197 也就是壓縮3-5mm 不是3-5公分 是3-5mm 剛剛好碰觸到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前面的安裝重點 也大概只有這一個 其他部分的話 像是離載串的固定點 這個都是這一台車 所專用的規格 在鏡頭拍不太到的地方 後方這裡也有一個固定架 這是ABS感應線的固定架 這個有一個 煞車油管的固定孔 所以像這樣的細節 所有的小細節 都是這一台車開發 當時給這個車所專用的規格 所以都是專車專用的 那在上座的部分的話在這裡 這台車拆裝的時候還蠻簡單的 因為有時候像這樣 比較中小型的車時 會把避震器塔 藏在這個前擋玻璃的下方 因為要坐艙往前移 車室裡面的空間才會加大 所以當坐艙往前移之後 避震器塔就會落在這個裡面了 那落在這個裡面的話 在拆裝的時候 需要把這個隔板把它拆開 或者是在日後車主使用的時候 要做調整也要拆開 會比較麻煩 但KICK不用 KICK非常的簡單 只要這個地方的話 沒有其他的 像今天有裝拉桿 所以手部的空間 還稍微比較狹隘一點點 如果沒有的話 拆裝又更簡單 所以如果車主要自己 調整前面的阻尼也很簡單 就從這個地方 就可以做調整了 那這裡可以看到一些 銀色的油紙 像這個車 是在前擋玻璃的下方 所以有可能下大雨的時候 這個上座這裡 有可能會積水 造成這個上座的軸心 會有一個繡痕的狀況 所以技師建議 在這個地方的話 可以塗上一點 耐高溫 耐繡的一個 防繡的一個油紙 所以調整主要的話 從這個地方 那調整的秘訣 往順時針就是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 是變軟 左邊 右邊 兩邊一定要一致 那在KT的用料部分的話 KT所使用的 裡面的油封的話 是使用日本最大的品牌 NOK的油封 在鼠尼油的部分 使用的是 義大利IP的油品 所以KT的用料都相當的不錯 那KT其實在台灣的 北、中、南 都有提供的一些試乘車 可以給各位來做試乘 像今天的車友 也是前幾天 來工廠裡面試乘 覺得滿意之後 再跟我們同仁預約 來做安裝 所以如果車友們 有想要來試乘 或者是經理 剛剛補充到的地方 有沒有了解的 也可以再次訊我們小編 好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